夫妻间没有感情都会有这六个征兆 一 不愿亲热 以前彼此在一起时就像贪吃的猫 温存个不停 可是现在两个人在一起根本不来电 对对方没了任何兴趣 都只是默默地睡觉 二 嫌弃对方 由于爱屋及乌 以前对方有什么脾气小毛病 自己都会包容 可是渐渐地 只觉得他那些毛病越来越突出 不说出来都觉得心口压得慌 而对方对自己也是如此 三 不再信任 从前两个人相处得像一个人 什么是他做自己是一样的 不分彼此 可是现在总是怀疑对方 做了什么对不起自己的事情 心里个硬的慌 四 不愿再交流 哪对夫妻的感情不是交流出来的 自己也知道 可是两个人突然间间地不想说了 以前天南地北地扯 没话说也硬要说 现在有话都不愿意道出来 五 吵架和冷战的次数变多 变长 以前由于总有一方包容着 所以吵架的时间很短 也就一会儿很少冷战 可是最近两人吵架 冷战的次数越来越多 时间越来越长 最反映出 此都不愿再让着对方了 六 无理由地分床睡 你要是因为要带孩子不方便 分床睡也无可非议 可是如果两人好好的就分床睡 那么只能说明你们之间感情出现了极大的裂缝 而不是单纯的想体验自由 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